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He Sun, Jay, Jake, Songhun, Sonu, Chonghun, Niki NiPhone七位成员的出道经历 He Sun在韩联艺术高中考试结束后走出校门的路上 收到了七八家经纪公司星探的名片 在众多选择中 他迅速决定加入比比特娱乐 因为这是他最想去的地方 2016年12月2号 He Sun成为了比比特娱乐的练习生 当时Tomato by Together的成员们也在一起练习 一开始他在舞蹈方面有些舞痴 总觉得自己身体僵硬,跳得不够好 但是由于公司完善的评训系统 加上他埋头苦练 逐渐提高了自己的跳舞实力 后来He Sun为了参加I-Land的爱豆生存节目 他搬到了海埔旗下厂牌BiliPoolab 透过I-Land的节目 He Sun成功以NiPhone成员出道了 J在美国西雅图出社 小学四年级时跟随父母逆移民到了韩国长大 从小J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帅气的人 他听了许多歌手的音乐 观看了许多舞台表演 这些给了他很多安慰 也为帅气设定了标准 虽然他一开始对I-Land并不太关心 但却被心态所发觉 接到了其他公司的试金邀约 当时J认为这很酷 所以在接受了两三天的辅导后 加入了那个公司 但是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就从那家公司出来了 据说在离开之前的公司 正考虑要进入哪家公司的时候 J看到彭坛双远胆的PitDumNumber 在音源榜上排名第一 因此他将BigHit娱乐作为目标 经过一两个月的努力练习后 他在2007年通过试镜 进入了BigHit娱乐 之后再参加了I-Land 顺利地以NiPhone成员正式出道了 在首尔出生的Jake 2011年满8岁时移民到澳洲 从此在澳洲长大 2017年他看到彭坛双远胆 在美国AMA表演DNA后 成为了粉丝 并产生了想要成为IDOL的梦想 一直将彭坛双远胆 视为自己的榜样的Jake 在Pilip Lab澳洲争选赛中 突破了500对1的竞争率 来到韩国开启了他的练习生生活 虽然Jake的练习时间 相较于其他练习生短暂 仅有9个月 但在I-Land中 他每集都成长为 个人分数上升最多的参赛者 最终在I-Land获胜 成功以NiPhone成员出道了 从婚从7岁开始 投身于冰球运动 但由于体格有限 在9岁时转战花式滑冰 作为花式滑冰选手 他在全国大赛中 曾获得2014综合锦标赛青少年组 硬盘 并在亚洲奖杯青少年组 连续两年获得硬盘 他参赛过两次国际青少年大奖赛 更是花式滑冰升级口试 最高级别的8级选手 在看过一场庞摊算单的演唱会后 曾荣蒙上了想要成为IDOL的梦想 17岁开始 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 同时进行花式滑冰和练习生生活 早上练习滑冰 下午到晚上则在5时进行练习 展现了他强大的体力和毅力 后来通过IDOL的节目 以NI本成员成功出道了 曾荣蒙在小时候就非常擅长唱歌 但是当他进入中学一年级时 遇到了严重的变声器 这让他放弃了成为歌手的梦想 直到中学二年级时 他收到某公司的邀请参加了试镜 这成为了他重新启动歌手梦想的契机 在参与各种试镜的过程中 他逐渐培养出对歌手的渴望 在比里普里普的争选赛中 他以200队伍的竞争率通过 成为了练习生 接着他参加了iLand的节目 最终以NI本成员的身份正式出道了 曾荣蒙原本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跆拳道选手 但在收到SM星探的发掘后 2017年1月2号成为SM的练习生了 在练习生初期 他同时进行了跆拳道选手和练习生的生活 但后来逐渐专注于练习生的生活 在琼文仍是SM练习生的时期 他的B-HIT练习生朋友的妈妈 向B-HIT相关人士展示了琼文的照片 结果琼文在2018年10月2号 被邀请参加试镜后加入了B-HIT 之后在iLand播出三个月前的2020年初 转移到了比里普Lab参加了iLand 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以Anaipun的队长出道了 Niki出生于日本岗山县岗山市 由于对舞蹈充满热情 Niki从三岁开始就看着Michael Jackson的影片 自己学习舞蹈 还学过芭蕾舞 他从小就一直跳舞 因此在舞蹈面前非常坚决和严格 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来到韩国成为了练习生 在接受了8个月的培训后 Niki年纪最小的14岁练习生参加了iLand的节目 凭借着抽墙的舞蹈实力 Niki成功以Anaipun的Mane正式出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